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迷遥 跟你玩一个小游戏 这边有个计算器 第一步 帮我输入一下你的月份 几月份就输入一集 当然我是不会偷看 OK 好 帮我按成 乘以4 好 得出结果 好 帮我按加 加9 得出结果 好 再帮我按成 好 乘以25 好 得出结果 帮我按加 加上你出生的日期 就是哪一天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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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得出结果 有了吗 有了 那这个结果是多少 要告诉你吗 对 436 436 好 帮我按清零一页 清零 就是AC 这个吗 对 多按几下好了 可能有人会怀疑是不是就算你有记录 多按几下就没了 好 436 对吧 嗯 好 所以从来到来我都没有看到 我应该不知道你的那个生日是哪天 对吧 对吧 嗯 没有错 好 那这个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那下来呢 我把它写出来 你的生日 应该没有错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生日 应该是水瓶座 对吧 嗯 水瓶座 对不对 嗯 那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生日应该是这一 不会错 大家可以告诉我 生日是哪天 8月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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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生日感应数 接下来 OK 那这个计算机生日感应数怎么做呢 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就是一个 X数学放程式 但是呢 你不跟观众讲 大家自己不知道 那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 你跟观众说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好 我来猜一下你的 这个游戏很无聊 这个游戏很无聊 就是没有很无聊 看一看后 我跟朋友玩一下 就意思 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你让观众输入他的月份 那比如说像 前面也是他弄2月11 那就是2 对不对 然后先乘4 得出结果 再加上去 得出结果 再乘以25 得出结果 再加上他的日期 日期就是11 对吧 然后得出结果436 然后这个弄完之后呢 你让观众把这个结果报给你 436 这肯定不是观众的生日 那你怎么样 才能猜到观众的生日呢 而出生的那个日期跟月份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 当观众报给你这个结果之后 你带你的大脑里面 心算 用这个结果减去 225 就行了 得出的结果等于这个 那得出结果是这个的话 那证明观众的月份就是2月 那他的日期呢 就是11 就是2月11号升 好 大家可能不懂 对不对 我们再来一次 假设观众是5月20好了 我按你 假设是5月20号升 那一开始就说5乘4 对吧 得出结果 再加上9 得出结果 再乘以25 得出结果 再加上他的日期20 最终结果是745 然后听到观众报给你这个 你有745-225 -225 -225 得到的就是520 那这个5月 5就是他的月份 那20就是他的日期 可是为什么要点去225 这个就是这个方程 这就是这个魔术的门子所在的 大家不用考虑为什么要点225 或者你可以自己升2 XY算一下了 但是你就照着我这样 照着我这样来就行了 总之感觉很生气 但是观众就不知道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个即兴的 不需要任何的道具 就需要一个计算器 就可以跟Mates玩的一个猜 在Mates出生的那个生日的魔术 大家能够喜欢 那这星期呢 当时你欢迎贵在我们 视频下方订阅点赞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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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